筷子兄弟当年凭借老男孩一炮而红,后来又借神曲小苹果火遍大江南北,不过,最近的筷子兄弟接连爆出不合传闻, 肖央连续出演电影,王凯莉却频频隐身,究竟是单非不解散,还是歌有分工,在本期吐槽大会二上,筷子兄弟又会以怎样的吐槽来回应这种种传闻呢? 在本期嘉宾里,曾是小虎队中的小帅虎陈志鹏,也位列其中,与吴奇龙、苏友鹏相比,陈志鹏的名气显然是老虎队里最低, 最近却靠如同下了降头般的着装风格,重新吸引了舆论的目光,在本期吐槽大会二上,陈志鹏将首次回应着装风格,到时大家看了便知